探月工程于2004年立项 开启了中国人对月球真正的探索 2007年,嫦娥一号成功发射 迈出了探月工程绕的第一步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月球探测器的国家 2010年,嫦娥二号发射成功 在环绕月球之后 于2011年进入日帝拉格朗日L2点环绕飞行 并飞越土塔蒂斯小行星 2013年,嫦娥三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 成功软着陆月球 创下在月球表面工作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 2018年,嫦娥四号发射升空 并于2019年1月3号 实现了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2020年,探月工程嫦娥五号圆满完成 成功获取1731克月球样品 再次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 油档 油档 油档